啊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那么今天是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 那么我们在这个叫做啊 币圈一日人间十年啊 每天都像赵长平说的一样啊 激动人情充满了变数和戏剧性 比如说啊 前天那种喋喋不休啊 屡破新低的跌势下 居然在昨天产生了啊 180度的大反转啊 比如说以太坊24小时啊 单涨幅接近1000点啊 最低到1700几 最高摸到了2751好像啊 呃 还有一些表现比较 昂规的啊 比方说这个马提啊 MATIC MATIC 是吧 开头都以为他要死了啊 一直跌跌跌跌跌啊 没有感觉到这个 感觉就没人要他了啊 结果昨天表现的最亮眼啊 当日可以翻倍啊 到了 这些都是在中午开始发生的事 到了下午呢 好像很多B都回过神来了啊 都起死回生了啊 深更半夜好像早晨一看 居然连狗屎啊 又重新的消灭了一个铃啊 把他原来退回去的那个铃又吞回来了啊 尽管现在又又还回去一点 但是啊 呃 这表明啊 这表明啊 市场已经把这种恐慌啊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消化 不是指的散户 不是指的韭菜啊 是指的大机构 说是大机构已经成功的利用这次政策性利空啊 完成了打压 吸货的动作啊 完成打压吸货动作 给印证了我们昨天早晨啊 讲出的一个 买比特币的三大时机 其实最好的时机就是在我们大天朝啊 出手的时候啊 呃 这个今天早晨给大家转的这个 看还毕世界自己搞的 是我们也没看到这个批图 自己批自己批谣啊 是13年啊 这个挺有意思的 你把这个拿来看一下 这本来有人拿着13年的旧文拿来吓唬人啊 那么他现在批里啊 没这回事 其实你看13年说的话跟前两天啊 报纸上也好啊 毛毛尾也好 讲的都差不多是吧 依然是如此的正义凛然啊 微风凛凛是吧 见光闪闪啊 但是13年比特币啥价钱呢 那么21年又是啥价钱呢 前天啥价钱 现在啥价钱呢 是不是啊 啊 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啊 不要一倍一倍的就是想啊 一一波韭菜都要重新受一次惊吓 那就是没有记忆性的啊 虽然你是一个新入市场的 但市场上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哎 足以提供提供一些借鉴 对不对 我们 首先啊 我们要了解我们啊 伟大天朝的良苦用心 确确确实实是为了保护广大 韭菜们小白们 不要受到无辜的伤害 不要因为暴力的诱惑进入这个 没有信用背书 也不具备货币职能 而且 庄家恶意操控市场 机构乱拔网线 没有监管 等等等等 一无是处的市场里面 想挣加钱啊 那是非常难 风险很大啊 那么我们 我们天朝啊 啊 就像那个什么一样啊 关爱着他的子民们啊 然而啊 总有一些啊 不听话的人啊 源源不断的进入这个市场啊 所以天朝很生气啊 很生气 你别惹他生气就行了呗 啊 谁让你挣了钱要去嘚瑟 赔了钱又去折腾 啊 是吧 挣了钱去嘚瑟的 现在已经 啊 尤其这两年啊 呃 那些炫富的新闻都已经明令禁止了 啊 明令禁止了 啊 就在社会上 培养老百姓的平常心啊 不要是受那些刺激啊 不要觉得社会有什么贫富分化 虽然有 但是 你不要去看 不要去想 我们也不许报道 古人呢 老子曰啊 老子曰了个傻碗的袜嘛 那意思总而言之啊 这个社会最好是彼此啊 差不多 那个 我想起来前一段一个新闻啊 局部新闻 不太有名 但那个事挺有意思啊 是什么就是上海市文广局颁发了一个命令啊 就是事情的原委是呢 上海电视台有有很多当红的主持人 男男女女七八个啊 然后他们在业余时间去参加了一场生日宴会啊 举办生日宴会的人呢 也不是太不是特别普通的老百姓啊 是曾经上海首富周正义啊 周正义这个人啊 就是刑满出狱 他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呃 先后两次啊 呃 一个是他主要是涉嫌操纵市场 总而言之 就是经济类的犯罪啊 经济的犯罪 呃 操纵证券市场啊 虚报注册资本啊 等等等等啊 他第一次进去呢 本来判了三年啊 这个人呢 挺牛逼的 钱多嘛啊 那时候可能上面的领导也罩着他啊 上了 当时上海那个领导 后来不就被后面那个更大的领导领导领倒了吗 啊 还没领导之前呢 我们周正义同志在监狱里面享受的是五星级待遇啊 在监狱里面都可以办公啊 可以会客啊 而且一看监狱条件差 直接大笔一挥啊 给那些他自己的牢房跟他那些对他比较好的朋友的牢房全部按上空调什么的啊 后来上面就生气了啊 又给他判了一次啊 这次判了十一年都出来了 出来就出来吧 这人啊 他是上海改革开放的一个代表啊 底层群众早年在日本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罪 干了很多很辛苦 很心惊肉跳的事 完成原始积累 然后在改革开放的大上海啊 施展拳脚啊 抓住时机啊 赚了很多很多钱啊 然后呢 有很多的弄模和别墅其中有名的比较像杨贡如什么的啊 就是叫周正义啊 他曾经是很高调一个人 那么多了十一年他还想高调 过个生日吧 他就在网上发帖子啊 欢迎大家来庆祝他的六十大寿 这时候就考验人的懂事不懂事的啊 他一般是发帖子祝贺呢 另外一个就点啊 点他的那些朋友啊 邀请啊 邀请了著名的口才表演艺术家 那个周立波也姓周 就网上发帖子 邀请周立波来参加某年月日我的生日宴会 周立波很委婉的就谢绝了他啊 说你是我的好朋友 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啊 有一些你懂的原因 我不便参加哎 就是一句表示理解 这都是在微博上啊 新浪微博上 结果就上海电视台这几个人就不懂事就去了去了之后就差被单位开除了 然后他们所有的节目都下架啊 你说一个有工作的人业余时间去参加你的朋友的聚会 而且事后查了啊 也没有金钱关系 也不存在周政义给你花了多少钱 就算拿钱买你去 那也是应该是私下的行为啊 个人的行为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小时间就感觉到我们国家这个娱乐啊 有些事情 此一时彼一时啊 因为周政义他不是一个 他是个经济犯罪啊 你坐满行期就没事了 不像有些他附带的比方说过多政治权利啊 那些敏感人物啊 你说这个黄光玉出来了啊 你照样还是你公司的董事长 照样可以开会金银公司 照样可以在抖音上跟朋友互动 但是像周政义这样 你就不理解这上海卫视的几个主持人怎么救 但是他们就被单位啊 被主管部门严厉批评 所有节目下架啊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对这个社会的管控啊 是行之有效的啊 至于他出发点是啥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出发点你今天上档课可能能周个一二三四吧 扯太远了 我们扯回来啊 你从一三年啊 一七年啊 这是二一年大的啊 小的不及其数啊 都是这些措辞啊 很严厉啊 手段呢 手段呢 大家想想啊 我们也不能太那个啥 总而言之啊 一次一次的到今天呢 比特币交易依然红火啊 挖矿呢 当然这次投资说是要打击挖矿啊 窃看啊 大一波动作 也就是说现在呢 其实政策还是不明朗的 但是我们要有个底线思维就把最坏的情况想到 不过我们想有些人在自己想 有些人的瞎想 有些人的瞎想 同时呢 就制造一些啊 利空消息啊 加上自己的想象 就说在这个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呢 全是好消息 那就很危险 那么在市场这个一哀红遍野 血流成河 跌跌不休了 你还在讲 哎呦 我以后要这样那样 哎呀 这时候呢 一般的老鼠就觉得 这就属于啊 刻意的制造利空谣言 打压市场啊 你看那么昨天这个市场的表现到现在啊 他可以稳住 如果今天能稳住啊 什么叫稳住啊 也许再回比方涨了一千点 回调过五百点 能站住了 就没有再创新低 而且底下有纯洁的力度 那么基本上啊 这个风就告一段落了 告一段落以后市场怎么走啊 几种可能啊 一种是极端的牛市 就是飙升啊 天天就像昨天这样 这种可能性也稀有的 因为虚惊之后 大家发现这是不足为惧 我的天哪 那又忘了大天朝 连续十几年的尊尊教诲啊 那就是天朝也迟钝说 你咎由自取啊 风险自担啊 还能怎么定 一种呢 就是宽幅的震荡 长两天 跌两天 非常小的可能是 走入熊市 因为呢 今年啊 这个这个牛市啊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目前啊 比特币也好 虚拟数字货币 比特币代表的虚拟货币 已经深入到传统金融里面啊 我们前两天看到普华永道 有个报表了 百分之啊 接近百分之七十的对冲金 对冲基金都有虚拟资产管理业务 昨晚上还有一个报道 就总结了23家机构 全世界 对就接受数字货币的23家大机构 包括很多大的财团 有些大的零售企业啊 他会接受啊 是包括拍宝什么的 这个趋势呢啊 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这个趋势是没人阻挡的 啊 只会 在举步范围内啊 让他啊 这个 稍微的有点特色呀 节奏慢一点呀 变个花样 等等等等啊 但是我们作为啊 普通的小韭菜们啊 还是以规避风险为上啊 安全第一啊 你说对于那些大机构啊 涨个一两千 跌个一两千 他们无所谓啊 对某些人 这就是他全部的身家 或者就可以决定他下个月 有没有钱还信用卡 那么这种情况你还是啊 牢牢的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那么我们还想这次 不管是金融金融 金融稳定委员会也好 也是什么几部门也好 他是从国家的啊 首先是从国家金融稳定性 这个角度啊 提示风险啊 再一个呢 是一个叫结构性的风险 我们讲这个风险从个人投资来说呢 你的风险就是钱没了 对国家来说 不是钱没了的问题 而是乱了啊 该有的钱都有 该没的钱就得没 国家不在乎这个 但你不能乱来啊 怎么个乱来呢 如果不出一个明确的政策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会发生中国版的灰度基金啊 中国版的马斯克啊 其实已经有了 不是那个美图秀秀那个老板啊 当然他是在香港注册的上市公司啊 那公司在香港上市的 他去高调的宣布投资的比特币啊 那么据说广东啊 南方一些经济发达时分 已经有金融机构开始组建 类似于灰度这样的投资基金 就向老百姓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虚拟货币 这个国家是必须要管的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钱 大部分是公家的钱 大部分是公家的钱 那个体量就非常大 一部分是公家钱 一个是老百姓的钱 我这里要注意这个词啊 就是你个人的钱 叫公民个人的钱 你有自己处理的自由 你的钱买啥都是你随你的便 国家不管的啊 当然买了伪禁品 比如说枪支弹药 比如说毒品 这些要负法律责任的 但是你用你的钱买比特币 那是你的自由啊 这个这不管是13年 还是13年 还是21年 还是25年 这个完全不涉及到违法的问题啊 但是其他的啊 国家都是要管的 你要知道国家从什么角度来管啊 那么你就可以推测他下一步会干什么啊 再结合啊 他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那是个技术问题 但是他的态度已经摆明了啊 从防范国家的金融风险啊 就维护金融秩序啊 这是首要的啊 那么这次首当其冲的啊 提到他们就是要打击比特币 挖矿啊 挖矿啊 那么应对之策就是矿场出海啊 矿场出海 这个行业还会存在啊 只是不会继续在中国这么大名啊 这种高调的啊 比较有些 有些矿场我们看到什么云贵川 有些就藏南地区啊 在那些 那个山谷里面的水电站架构矿场 其实啊 那都 你你你去 开矿场 至少花钱买电了嘛 对不对 那电老板挣到钱了 也算是你扶贫了 是不是 因为那些都是贫困山区啊 你这是间接的帮我们 呃 习大大又是非忧解难了 是吧 啊 脱贫攻坚 有你的一份贡献不是吗 啊 那么看这些政府会不会啊 就是他怎么执行这个啊 那么因为很多的矿场 他如果他正式办理法律手续 他都是以数据中心啊 那么大数据也是国家 支持的一个产业方向啊 这个里边也 我们也不去深究啊 但是这个态度很鲜明啊 都很鲜明的办法 你就看他有个办法啊 我是看到有些啊 群里面流传的截图 我不知道真假 呃 我感觉是假的 啊 什么情况好像厦门 厦门呢 那个派出所把他叫过去了 监控到手机上有这个火币 呃 强令他下 卸载掉 呃 他说他里面有钱 要回家再信啊 所以很多人都经历这样 我感觉这个有点 不符合常识啊 手机里装了很多国家 不让人装的东西 多了去了啊 对国家危害的 比这个火币大的多了去了 火币的国家一点都无害啊 人畜无害啊 怎么就会 让这么日理万机的警察叔叔 把你还叫过去 你不扯淡吗 如果真的你最好是把警号什么爆出来 我们大家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是吧 这显然是是过度执法 而且没有法律依据吗 什么 你凭什么要删呢 是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啊 那么有些地方有可能会过度执法啊 但是一但是执不下去 你明白吗 啊行 我手机上删了 然后电脑上还有 我这个手机上 那个电脑 那个手机还有呢 干这些徒劳无功的事 他干的人也觉得很无兴趣啊 是不是 那这个 这就是目前啊 的政策面和市场表现 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讲个正规的监管 是什么样子的啊 昨天晚上呢 我们正好在抖音上收集的一些资料啊 就什么叫牌照啊 大家就亲眼看一下啊 这是天眼天眼查呢 现在这种资料是要花钱的啊 我们感谢这些自己花了钱 然后把这个信息又免费的提供给我们的人啊 其中是有货币OKBi Combase啊 这几个大家经常见到的交易所 他的领了哪些牌照 比如说货币全球站 第一个叫日本FSA数字货币牌照啊 FSA英语 他全面就是finance service administration啊 就是说金融服务管理局啊 这种单位 日本有 美国也有啊 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非常多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证监会啊 SEC 还有很多呢 金融服务管理局 比方说 你要在美国开个外汇的公司 对中国营业 你在美国要办的就是 由这个FSA给你发一个牌照啊 他财政部有发牌照的部门 税务局有发牌照的部门 就每件事该谁发牌照都是清清楚楚的 你去找去 你就领就行了啊 领了你就可以合法营业了啊 这还普及小常识啊 呃 也是美国法律原本性的 美国你说美国警察很厉害 是吧 啊 直接可以把你跪死 其实这次这个消万 我们感觉确实被雨啊 呃 就是把那个叫弗洛伊德的黑人 把他跪死 这个警察 其实他有错吗 他按照美国的法律 其实没有错的啊 美国的法律 美国警察是可以这么做的啊 哪怕是意外至他死亡 相外也不用复兴的 这种事情中国也有过啊 前几年一个人大的学生 怎么怎么的 不是被过渡执法 然后 死了吗 就是这个是引起的社会舆论太大了啊 警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采取的对这个嫌疑人的这种粗暴手感 但是我要想说的是美国啊 比警察更牛逼的啊 也算警察叫税警啊 美国有句话 就你 他是 你贩毒啊 但你也不能欠税 贩毒本身是违法的 他贩毒呢 有时候你还侥幸着逃脱 及时制裁 但你但凡漏一点税啊 那个后果很严重 所以美国人表面上都很爱国啊 积极纳税 不是说他真的有多么喜欢交税 没有人喜欢交税 只是美国的税法太严重了 不是说的税率高 但你不能不交啊 你不交的后果太严重了 所以在美国呢 开的一个银行账户 都是非常难的 我们曾经是随便一个人走的银行 你把身份证给了 他就给你银行卡 一个人可以办十几张卡 几十张卡 现在不是该管了吗 这里面漏洞太大了 美国不是 你只要去美国了 第一个银行账户成立的时候 一堆警察找你 查个清楚了才给你 对吧 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字现金有市场 他不受监管 没法监管 啊 因为在我们如果我们的国家的 或者虚拟货币 到了美国这样的地方 不过正规的监管 首先呢 啊 法律上 它确认你这个行业啊 其次呢 你按照这法律规定去领取牌照 我们看到这个火币全球战 在呃 这里这个平面有市场叫日本呢 然后有中国香港啊 请注意啊 第一排是日本 中国香港这个叫SFC 啊 大致也是那么一个service of finance 这么一啊 主要是金融服务 香港有金融管理局啊 相关部门啊 泰国SEC啊 泰国SEC 那个SEC解释 可能就证券交易委员会了啊 美国 FINCEN 前面那个FIN也是金融的意思 后面那个CEN 后面MSB啊 这个单位啥不知道 反正都是正规的单位啊 管得着你单位啊 他OK呢 大同小业 也是日本 美国 菲律宾 加拿大 啊 币安呢 是在美国啊 他在美国另外一个单位叫什么MMI啊 新加坡MAS 啊 然后美国啊 那币安号称是日本的 怎么上面没有显示日本的指数 Kongbase 他都在美国上市了 那就不用说了 他的手续更全啊 在美国 英国 纽约 还单独在纽约 NYSDFS 数字货币 排照啊 人家排照的很具体啊 这就是数字货币排照啊 你就可以干数字货币这个业务了 那么前一阵子那个谣传是隔山差五的什么火币获得中国牌照的狗屁啊 那是低级低智商的谣言啊 从来没有 火币BOK在中国从来没有牌照啊 是因为中国就没有这个牌照 知道吗 他的金融牌照目前只有14种啊 支付有支付许可证啊 你到银行去看银行有个金融业务许可证 证券公司他有证券业务许可证 期货公司期货业务许可证 这才叫牌照 我们中国有数字货币金融牌照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法律上还没有给你一个定义 晓得吧 我们在等的就是个问题啊 两年多了跟你讲 从我们刚关网的时候有人知道吹牛逼什么有牌照了啊 有吗 我们牌照种类里面就没有跟数字货币相关的啊 支付牌照是有的 但是支付 大家都看到了啊 支付是管理很严格的啊 支付的公司你名字里面就得带支付 是吧 安方移动支付牌照目前全国只发了二十几家啊 数字货币相关的一个都没有 不是因为他不发 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法律 没有出台相关的规定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发啊 对于这币安货币 他都不知道问谁要这个牌照 我希望今天这个讲完之后再别在这个问题上下翻来覆去的了 政策没出来 但是政策有应该是在制定中 然而啊 被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么一拳一出 把大家吓慌了啊 吓慌的时候 但是我们注意到昨天有个啊 有个很有意思的 是今天这个人脑袜老师编到他这个资料里面的啊 大家一块 其实 国家要为促进数字货币发展而监管提供服务支持 这个这个标题 这个实际上讲的是香港的时候 但是香港人把事长得明明白了 那事先我跟大家说一下香港是我们国家的领土 但是他实行了一国两制 香港的金融政策是完全是他自己的啊 跟大陆毛关系都没有 不要以为香港是这么干了 就代表大陆会这么干 但是另一面啊 有些大陆想干的事情会在香港先搞出来 也就是事件啊 那么行 我们再看这个香港这边是怎么讲 中国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制定虚拟货币政策要平衡监管及发展的需要 是吧 你光把后面摘起来了 制定虚拟货币政策需要平衡监管及发展的需要 你这个至少在大陆是不会发这样的东西的 如果不加前面 这香港人说的啊 你进入发改委那那级别好高的啊 那是委员会啊 比部还要高一级啊 那由副总理牵头的啊 啊 刚说过那话 你就好比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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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久以前啊 在上海外团金融峰会啊 那个排在一号的人 我都是都是国家副主席了 排在十三号的人啊 一号的人刚讲过要注意金融风险 十三号的人上级说哎呀你们都什么了啊 这个风险是什么什么了啊 跟他唱反调 然后现在你看 这这快半年了是吧 缓过劲了没有 千万好的天朝天朝不能触犯天意啊 那是另外一片天地啊 我们说啊 这个看看这个香港这个局长是怎么讲的啊 他是在五月二十三号 中国香港政府财经 中国香港政府啊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表示啊 虚拟资产变化令人瞠目结舌 除了价格大幅波动 加密货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亦由NFT出售过 有人认为是空中楼阁昙花一现 也有人认为 有潜力发展成可持续的资产类比 没有水晶球的我下不了定论 留给市场实践做判断 最重要的是平衡监管与发展的需要啊 重点说你 这个平什么叫平衡监管与发展呢 就说你不能用力过门 你把这个鸟掐死了 但这个鸟乱飞又不行 你不能关在笼子里啊 就中国人最喜欢讲鸟笼理论 就是平衡了监管与发展 说这个话不是针对谁啊 尤其不要以为他是针对 金文委员会啊 他就是香港局部地区的 因为香港 一直是一个自由港 他的金融贸易政策是自身体系的啊 呃 他主要是融入啊 欧美法系的啊 知道吗 那是没有自己的货币 他的港币是锚定美元啊 叫联系汇率制度 香港是世界四大金融制度啊 世界四大金融中心啊 讲完他的主张啊 要兼顾平衡啊 监管与发展需要之后呢 他讲了他自己的看法 就考虑到虚拟资产背后技术的复杂性 所涉及的风险及价值波动 有别于传统金融产品 我们认为至少在发牌制度 推出初期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 应该只获准服务专业投资者 此外这次建议的发牌制度 亦不包括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 例如有中央银行发行的数损币 啊 他这话怎么讲呢 就说呃 你要交易所啊 我们香港可以给交易所发牌照 实际上他已经发了是吧 刚才我们看到啊 OK还是火币啊 在香港都有领的牌照的 对吧 但是他后面说的 你领了牌照的 但你只能给专业服务者 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 就说投资会设立门槛啊 我们国家的投资有没有门槛呢 有的 只是门槛 比如说我们国家新三板刚设立的时候啊 还有那个期货上的期权什么推出的时候 都是有明确的门槛的 什么就明确啊 要这样有合格投资的 首先你的考试啊 你没 以前没学过没关系啊 我跟你趴个车子 开券考试啊 告诉你市场有风险的 第二关 你个人的金融资产啊 新三板好像约是五百万啊 什么投资这个的 你必须要有五十万 你账上有五十万 你才能寄一根门啊 这个香港这个官员的意思就是你 什么数字货币交损 在我们香港是可以开的 但是你服务的客户啊 你不能谁都呃 刚跑了二十一个外卖 挣了一百块钱的人 你过来炒货币也不行啊 你必须要有多少有个门槛 这是香港人的意思啊 他得说现阶段已经实行 这香港这个官员的一个想法啊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他的观点啊 这是把这个央行数字货币排除在外了 这个也是正常的 因为央行数字货币不归他管啊 管不着 呃 然后他考虑到虚拟资产的定义 日后有可能改变 这句话挺有意思的 虚拟资产的定义日后有可能改变 这次建议的法律框架将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由证监会指定构成虚拟资产的特质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一可普遍的或针对特定情况 决定任何数字形式价值应否被界定为虚拟资产 啊 这个就有点跟美国有点像 美国首先界定你这个属于币呢 还是属于token啊 你这是如果界定为资产 OK我们归我们SEC管 如果界定为一个商品 给你请出门左管 归期货师傅管理局管 哎 这就是一个法 法治地区啊 法治比较完备的人 在处理这种新事物的应有的一个态度啊 对他我们也看到香港以稳健金融监管优势拓展市场的机遇 因此将修改建议 容许以根据公司条例注册的海外成立公司申请VASP牌照啊 啥叫VASP 啊 这是香港局部地区的啊 也有可能呢 你看啊 这次金融稳定委员会 发了这么大的威 你多多少少给点面子 这交易所啊 你让他直接 他出公告 我们就像有的人碰到那样 我们按照中国法律 不对中国大陆提供服务 给这么句话 是吧 他这个是怎么 他技术上可以做到 他是IP识别 但这样他自断财路 他是不甘心的 是吧 大陆 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都不玩你的火币 币安了啥呢 是吧 你的掉了 直接就瘦一半啊 没查员了 再一个 你这个币安火币OK 虽然是中国人开的 但你毕竟不是中国的公司啊 大家注意啊 币安火币OK 他们 交易所这款业务 从 就不在大陆注册的 那不受中国大陆法律管辖的 比如说你 你是怎么个打击 好 你没权要求我关闭 知道了吧 就看我自不自觉 愿不愿意配合你 明白吗 他能打击的 能关闭的 只是在大陆境内的交易所 或者矿场 那么境内有哪些交易所呢 几次打击 几次很少 明点已经没有了吧 是吧 都迁到外面去了 那么就是说 在内地 你仍然在 注册在内地 服务区在内地 你办公地就在内地 老板也在内地的 那你 你直接去 我估计那个 找到被 YC的普坏 找到扑上去了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自己的官员说过 关于监管的 就是李波在博论坛上讲 就想要严密的 更严密的监管 但怎么再怎么怎么监管 监管的前提还是立法 怎么管 你就是谁管 就是有谁发牌照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需要 法律性是明确下来的 这个呢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 正在积极的着手 最方便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这个 三协会议和新华社发文之前 之前有过两个 我们大家分享的 是趋向于宽松的 一个是某律师啊 身兼政协委员 他提了个倡议啊 那社科院啊 社科院啊 不是什么 中科院战略研究所 金融战略研究所啊 提建议国家把这个 比特币作为战略 要是储备 这个数据啊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啊 凡是那些发达的国家啊 都是宽松的啊 这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嘛 结果呢 我们 我们天朝是特立独行的啊 是吧 我们这时候又把自己当作发展中国家了啊 不过这个也正常啊 因为 不同的角色层面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也看到你看到这个央行啊 和 的官员啊 还有比方说我们经常讲的 什么李李辉啊 这些以前做过行长 现在又在一定层面上啊 负责金融政策的高级官员啊 对 虚拟货币的看法跟啊 更高一层的看法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啊 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说金融稳定委员会呢 他确实比央行的级别都要高啊 是中心化时代啊 去中心的问题碰到了中心化的障碍啊 是吧 一个管理员他有一个权限 超级管理员他有更多的权限 是吧 最高的管理员一个按钮 这个可以让大家全完蛋啊 这就是中心化的世界 而啊 这个区块链技术呢 他是朝着这个区中心的这个方向在走的啊 这是一个历史的摩擦啊 我们啊 身在其中啊 要明白 说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啊 领导怎么想的 领导怎么办的 都会影响到你啊 领导为什么这么想 为什么怎么办 你是根本左右不了 你只有保护好自己啊 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心持 这是你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不要反击到心知 让他到处打听 这个消息是真假的 不重要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啊 我们在解剖PT的真相的时候 我们在告诉大家一定会开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真的消息 才能得出真的结论 但是我们在对待市场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币会涨会跌啊 的时候 这个消息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分真假 市场上的消息只有两种 一种叫利空消息 一种叫利多消息啊 利空消息 这个消息听了之后 会引起人的恐慌 会让大家抛出手中的输出资产 利好消息是对这市场 寄予希望 你就要分清楚这好消息 坏消息就行了 那既然你 这两天你问的都是那些 也可能正也可能假的 都不重要 只要这个消息传播的足够广 大家会害怕 就会影响市场 市场上跟你一样的人是大多数 不具备辨别能力 但是都是属于情绪会控制理性的 市场折大多数 要不然马斯克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狗狗币上天 再一句话狗屎也上天 再一句话让比特币也稳住 有什么逻辑理由基础没有的 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忙 偏听偏信 盲从迷信的 比如市场就是这样的 不光数字货币如此 股市也是如此 股市的非理性 比你数字货币有过之无不及 一样的 股市里面的笑话多的去了 风险大的去了 这股市是国家开的 他客观上对国家是有利的 他也经常都要打击投机啊 什么控制风险啊 那个层面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 亲儿子和那个是别人家的孩子的区别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说那个股市是政府的亲儿子啊 央行也是政府的亲儿子是吧 国企都是政府的亲儿子啊 那最多是个亲闺女 数字货币 他属于外星人入侵啊 他对任何政府都是一个威胁 他直接威胁的传统的金融 那现在他是在这个威胁的过程中 良性互动啊 我们看到 除了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被打压的国家啊 伊朗 就靠着比特币活了啊 那个什么 美奈瑞拉啊 政府直接 是吧 就开矿啊 政府的矿产就叫数字货币生产中心啊 俄罗斯 俄罗斯又给我们闹新闻了是吧 昨天俄罗斯杜马啊 俄罗斯杜马就相当于俄罗斯的 两会俄罗斯 他是双院制啊 杜马是立法机构 他通过就是合同 可以用数字货币支付了啊 这也是我们平时很忽略的地方啊 平常日常支付零售支付啊 你不能用数字货币是吧 大额的你买房也属于零售嘛 那投资那更没门啊 合同 可以用 数字货币支付 俄罗斯刚刚通过的法令 啊 市场上的消息啊 我们就是跟你操心的 你买哪个币涨还是跌 有关系的消息 只有两种 一个叫利空 一个要利多啊 跟真假没关系啊 只要有足够的人去传播啊 只要有足够的人去传播 啊 你在那个群里面 谁给人三言两语的 说的你在害怕 你也不用怕 但是每个群人都在传 你不要管他真假 万一啊 实现了 你怎么办 传多了 大家都害怕 就会卖出时候的币 币价值会下跌 那你不如先卖 大家都这么想 就形成了恐慌性下跌 非理性下跌 这时候是高手抄底的时候 只要你听消息 你永远是韭菜 好吧 今天啊 就聊到这 还是祝各位心情愉快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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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